共产党 从1949年之后 你们占领中国 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永远不会被忘记 三反五反 文化大革命 六四 屠杀法轮功 抓刘晓波 抓艾薇薇 这些罪行 永远不会让人民忘记 我们 这个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会 就是来监视你们的 我们要告诉所有人 你们曾经做过什么 还有我们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会 在中国 已经开始发展会员 在不久的将来 你们就可以看到 有我们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会的成员 在中国做活动 我告诉你们 你们马上就快完了 大家一起喊 释放刘晓波 释放刘晓波 停止攻击博讯网 停止攻击博讯网 向法轮功道歉 向法轮功道歉 承认中国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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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民主 中国民主 现在时代的发展 所以中国共产党要封锁网络 让我们没有一个新生 没有一个新生可以吐露的地方 让我们有没有呐喊的地方 这个做法完全是错误的 与人民的意志是背道而驰的 人民的心声是希望自由 民主平等的国家 让人民在这个国家里生存的也是 也是富裕的 并且有自由 言论的自由 思想的自由 并且还有政治自由 所以我在这方面是强烈抗议说 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 封锁言论的一个做法 这就是我以上的发表 中国共产党变卖内葬是最可耻的 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 但是我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 我没有感受到中国共产党是多么的为人民服务 而且他们贪污受贿是特别特别的严重 而且好像是特别正常的事情 但是我感受不到他们为人民服务 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最可耻的 而且还卖变卖内葬 说得好 好 这两天呢 有个新闻就是讲到 末年呢 被选为诺贝尔文学奖 被广泛全称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 其实呢 在这之前 刘晓波先生 作为中国民主斗士 早已经被授予中国 诺贝尔和平奖 作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先生 追求和平抗争 非暴力 但是 我知道法轮功 法轮功 法轮功被中国共产党 屠杀了那么多 中国共产党 从来没有为他们道个歉 无论他人的信仰是怎么样的 大家都不应该去提示 更不应该因为别人的信仰而屠杀他们 在这里我也号召 所有中国人 都不要歧视法轮功 不管别人的信仰是什么 信仰自由 是一个人 与生俱来 最基本的需求 无论别人信仰什么 不代表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而且法轮功 在美国乃至全世界 都是为我们中国人争光的人 他们有报纸 有电视台 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 在美国 我觉得法轮功 为我们中国人争了气 我们要正视他们 共产党屠杀了那么多的法轮功的学员 我们要为这些学员而声援 大家跟我一起喊 共产党为法轮功道歉 共产党为法轮功道歉 我们需要中国的民主 来监督中国政府的官僚主义 来中国政府 边卖中国的官员 边卖国家的边卖土地 拿钱放在一起的对口 我们要进行民主监督 在这里完全全世界的中国人 提醒中国官僚这里面 贪污 我们要打击 大家好 我是中国民主党本席长部的副主席 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会的会长 我的名字叫范沪长 今天呢我们在洛杉矶 中国大使馆的门口 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抗议 这次抗议的主要题目是还我内脏 薄熙来落马之后 发现他非法取缔 人 中国人的气管 来出售 而且中国共产党以前 也做过同样的事情 对法轮功的学员们 我觉得这种事情 是 惨无人道的 我们都是人 而且我们都是中国人 你们这些共产党的官员 竟然能把中国人的内脏 给挖出来来拍卖 你们把不把我们当人 我们的人权何在 我们作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难道连猪狗都不如吗 还有今天你看一看 我们这些所有的人 是我们中国民主党的会员 还有我们中国民主党海外学员会的党员 在这里我想告诉他们 告诉你们这些共产党 你们走 我告诉你们 你们对人们所犯下的滔天罪恶 不会有人忘记 历史总有审判你们的那一天 就像袁头飞说的一样 你们能骗所有人于一时 能骗一部分人于永远 但是你们不可能骗所有人于永远 这个世界上总有人知道你们做了些什么 除了抗议以外 你还对这个中国共产党政府什么希望吗 希望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希望是 就是对你们的希望 已经全都变成眼泪了 对你们以前有过那么多的希望 你们从来不知道悔改 还是视我们老百姓为草剑 说杀就杀说打就打 说骂就骂说关就关 我对你们的唯一的希望 那就是希望你们能 释放监狱里面的良心犯 像刘晓波 像高志诚高志诚律师在什么地方 还有李王阳是怎么死的 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人 你们也想想被你们虐待的那些 那些人 他们也是人跟你一模一样的生物 而且是中国人 好吧 你可以简单一下你们这个organization 你可以上一期吧 OK 我们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会 是我刚刚成立的一个海外学生会组织 我们这个组织的理想 是想多发展一些海外留学生的学员 因为现在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在美国上学 我呢想给他们民主教育 还有道德教育 让他们知道民主的重要性 将来他们回到中国之后 才有可能把中国给变成一个民主的国家 还有呢我的这个组织在这里 也可以帮助海外所有的华人 得到美国的庇护身份 如果你以前在中国过得不好 你想改变你的生命 你想获得美国的身份 就来找我们中国民主党海外学生会 我们会帮助你留在美国 让你创造你的新生 好 谢谢 好 谢谢